艺人黄子焦遭控性骚之后 连拍了三支影片坦诚错误 但是他也大胆地讲出 大S小S等人都曾做过非法的事情 先来听一下稍早影片 被硬塞 我不快乐 到韩国那次我也不快乐 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 光头很大支人 他可以把我抱进去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乐 他们当然不止这两次 甚至在飞机对面的夜店 里面都在哭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 为什么 好可以听到黄子焦的影片内容 他毁灭式的大爆料 提及了多位艺人 都有吸毒嗑药 甚至还说大小S给他的人生 上了很重要的一刻 因为他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些人 即使被周刊拍到了 还是可以红二十几年 继续若无其事的红下去 不过其实过去汪小飞跟张岚 就曾经指控过大小S有吸毒 那么当时大S就有发文澄清 强调他和小S不能够吸毒 因为他们两个心脏都不好 而小S平均工时长 又跟公婆小孩一起住 根本没有吸毒的条件 那他本人也对吸毒没有兴趣 不过对此 目前大小S的经纪人 电话没接 讯息也没有回 两边都还没有联系上 Soo 园子